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homas 今天就拿着DJI Pocket 2 和 Osmo Pocket 上来北架山 去试一下这两部机 哇 很多蜜蜂 沿途我走着山路就拍到一些树 花花草草那些 拍一下日落这样的 试了这两部机在行山 一些跑的时候的稳定性是怎样 第一代和第二代最大的分别就是 你买回来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个比较细小的 你可以叫做Joystick 控制杆的东西 但这一代就变成在Touch Screen 才可以调调到它的角度等等 第二代用家用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所以它不需要透过屏幕 去调调它的角度等等 Joystick 就会更加准确一点 但如果用屏幕就会比较烦一点 这部DJI Pocket 2 画质上可以去到4K 60fps 上一代在拍照上是12MP 而今代第二代就是64MP 所以在你拍照上已经看到很大的分别 可能是窗等等的人 这样就会更加清楚 今天小弟为何会选择上来行山 去试试这个Pocket 2 看看Pocket 2 因为山路是一些很难走的位置 变相可能会有点震 那就可以测试了 Pocket 2 这个稳定性有多强 现在我们就上了山 再下去 然后试试那两部机 在晚上拍片拍照 还有在自拍上面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下 现在这个画面应该是试试 用Pocket 2 就是第二代 和第一代Osmoke Pocket 去拍我的样子 现在在自拍的 现在就因为有灯拍着 所以这边也是 这个就选择不要灯 看看样子是怎么样 OK 在Osmoke Pocket 它可能会 当你要移动 幅度太大的时候 它会 它会不知道 幅度什么 Pocket 2 它跟踪的速度 是比上一代的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再跟踪你的样子 更加比上一代更加好 上一代 它不知为什么 它会突然移动 不知道什么 你现在就会看到 一个绿色框框 这个绿色框框 其实就是在移动你的样子 但是你会看到 如果你的移动幅度太大的时候 它不会第一时间 上一代的话 它不会第一时间 追踪到你的样子 它一定会有少计划 刚刚大家就看到 上一代和这一代 在夜晚拍摄人的时候 自拍的人像追踪是怎样的 这一代 快 很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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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的总结 总结上一代的Pocket 和今一代的Pocket 有什么分别 今一代是$2,899 对比上一代 其实只是维持二折 没有什么大分别 说到两代的影相像素 上一代是12MP 今一代是64MP 所以就看到很大的对比 说到重量方面 其实两个都是相差1g 所以拿上手不会说很重很重 见今一代的影相和拍片都这么漂亮 就知道今次Pocket 2 在感觉上升级过了 说到它方面 今一代Pocket 2拍摄多了 拍摄多了 如果是Vlogger的话 这个头像会更加小 因为今次拍摄的比较广 比较爽的 第一件事 小弟真的没有玩过这种Pocket 或者一些Stabilizer的东西 所以如果Stabilizer上有一支拍摄 又可以很稳定地控制拍摄 这个第一件事 是很刺激 还有很新奇 第二件事 可以看到今一代 和上一代在画面上 是很大的对比 你拍摄64MP 是今一代已经看到 然后在喇叭的声音 你已经听到 虽然我没有说是上一代转 我同时用完两代 其实也看到很大的分别 如果大家喜欢看小弟拍的影片 记得订阅PCM的YouTube频道 和赞订PCM的Facebook 嘿